在我看来仰望就是一个偏执狂 不仅很偏执而且非常的狂 它偏执到不去迎合主流的省委来造车 狂到想要自己定义规则 自己来造一个新能源时代的新百万级豪车 在我身旁的仰望优秀呢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可能在屏幕前的你跟我有一样的疑惑 为什么一个车长超过5米2 轴距超过3米1的一个行政的车型 它会长这个样子呢 仰望U7和U9属于同类产品 所以它们的造型设计上会有一些家族化的延伸 我看网络柱很多人在讨论一个问题 说感觉仰望U7和U9的造型 特别像我们三星堆里面的面具 为此我特地去问了一下设计师 他跟我讲其实在设计初期 并没有特意去参考设计 我个人认为可能就是我们现在优秀的设计师 跟我们的老祖宗产生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时空对话 关于仰望U7 我觉得有三个重点需要跟大家着重来强调一下 第一个重点就是封组 这款车的封组只有0.159 是目前全球量产车最低的车型 这个是经过权威机构认证并且颁奖的 可能很多人会联想到小米速7 但是小米速7是在160公里时速下测出来的 我们这个是标准的120公里 所以这个评判的标准上也不太一样 这个就是目前全球量产车最低的封组 没有之一 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前面有一个进气口 这个大家也很熟悉了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新能源车都有这个东西 咱们就不过的这些奖了 这里有一个3D的挡风口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把你车轮前方的气流 去进行一个梳理 来增加一个下压力 轮到这里也有说法 你可以看到很多类似于凹槽一样的设计 其实这里主要是为了控制轮拱位置的一个内部气路 不让它产生太多的乱流 尽可能的把气流向后去梳理 车子底盘的部分也有点反大家的常规认知 它有很多漏水孔位置的创新设计 把漏水孔位置尽可能集中在底盘的中部 来降低底盘中度气流的流速 和两侧的流速尽可能相当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它把中间的气流 跟两侧的气流尽可能控制在同一时间 流向到车身的尾部 这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设计师或者工程师们把气流玩弄于手掌之中 来到尾部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电动的小尾翼 这个尾翼的开启角度并不是很大 跟仰望悠久是不一样的 它主要的功能不是为了增加下压力 而是说把上面的气流倒出来 然后再加上下面的分体式的后保 把气流产生一个这样的对撞 然后同时再产生一个反作用力来增加你的车速 差点漏到一个重点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个小小的机脚 放置激光雷达的位置 其实很多车企的行动员车 在激光雷达的位置都是一个整个风阻的大克星 其实倒不是说它这个位置会 对风阻产生多大的影响 而是说这里会产生一个乱流 导致你整个风向的流向 没办法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仰望悠久是怎么做到呢 它把冷冷着脚经过反复的打磨 最后实测下来 就是有这个机脚和没这个机脚 对于风阻的影响几乎是为零的 这个是非常牛逼的 其他车型目前是没有能够做到的 我强烈建议仰望悠久把这个专利开源出来 咱也做一回原神 我之所以花这么长的篇幅来给大家讲风阻 不仅是因为它创造的季度 达到了全球最好的一个成绩 更加重要的一点是仰望悠久 并没有为了风阻而吸引着它后排的一个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 其实很多新能源车 它基本是这么一刀砍的 做一个大的溜背 整体的车子会更像一点水滴 这样它的风阻确实会更低 也可以增加它的续航 这是没错 但是核心的点在于 它把后排的空间很大程度牺牲了 可是仰望悠久 它是一个旗舰的行政车型 所以关于空间方面是不能做任何妥协的 也就是说仰望悠久 做了很多的努力 很多的工作 在这里那里 刚才讲了过很多的地方 把它的风阻系数降到了0.195 但是同时 它还保留了很强的一个后排空间体验感 今天比较遗憾 没办法大家进车内去看一下 但是刚才我偷偷的进去做了一下 确实是非常的行政 空间非常的大 那也就是咱们可以再做一个猜想 如果说仰望后续再做一个纯正的轿跑车型 对于后排的空间 没有那么高的需求的时候 那它的风阻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所以说能够打破仰望悠久 0.195风阻成绩的这个车型 很有可能下一辆 它还是仰望 那也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就是轮心位置到这里的这个 L113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知道以前的传统燃油车呢 为了放置那个很大的发动机 它把这个前机舱盖做的很长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为了放置发动机 还说这样的设计真的很好看 大家至少是在审美上是非常认可的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审美啊 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适应的 甚至有些新能源车呢 也效仿了这样的造型 它的这个整个设计呢 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但是有一个很核心的点 这样的设计的话 会很大程度的侵占到你的这个前机舱 所以说你的这个驾驶空间啊 是非常糟糕的 尤其在新能源时代 大家非常讲究一个东西 叫做得防律 那新能源时代 我们没有发动机 纯电车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这个L113它可以做的很短 但是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得防律提升了 但是它很多车型呢 会设计的显得很臃肿 那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地方啊 其实它是能够反馈出一个车子 是否好看 是否高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仰望 尤其的这个侧身的一个效果啊 就是仰望给出我们 它认为地级行政车该有的样子 那你觉得这个车身姿态 好看吗 可能有些人的小伙伴 一直盯着我们的轮毂看啊 这个是我们的锻造者的轮毂 还有一个低风阻的轮毂 但是我强烈推荐大家就选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探讨刹车盘 显路无疑啊 目前比亚街是唯一一个 可以自研量产探讨刹刹班的车企 而且这个自研呢是自己的字 不是文字的字啊 这个后期一定不要搞错了 所以一个三吨的车子啊 依靠它这个电机控制 在它那个探讨刹车盘 它的这个制动距离只有33米 在同级别里面也是遥遥领先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 就来自于它的硬核技术 除了我们熟知的一丝方以外 这款车还会搭载一个全新的黑科技 叫做云联啊 那什么什么 现在还不让讲啊 大家等待官方来宣布吧 前段时间呢 仰望团队做了一个非常牛的事情啊 他们把仰望 尤其送到了亚伯利大跳台上面啊 依靠自己超过1300匹的马力 以及精准的控制 完成了挑战 大家请看VCR 那我们回到视频最开始这个问题啊 其实仰望尤其想要成功是非常容易的 它只要去造一个类似于兵力 或者老死来死那样的造型 在依托自己这样核心的技术啊 是非常容易卖爆量 然后同时赢得市场好评和口碑的 但是仰望没有这么做 因为那是上一个时代的产物 那是燃油车时代的事了 在新的元时代 仰望绝对不做跟随者 它要做的就是新时代的引领者和领导者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种原创的设计 在它很前卫的这个理念的时候啊 一定会产生巨大的争议 那有人会很喜欢 也有人会很不喜欢 但是没有关系 就像这个造型很多人会疑惑 就像这个紫色很多人看不懂 但是没有关系 可能若干年之后啊 你再看到这个紫色的时候 就会想到仰望 可能你在聊到百万级的行政车型的时候 你也会想到仰望 这就足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